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卖花的或者是卖肥的 打死都不会告诉你的小秘密 有的话说肥料 你会看到很多的肥料呢五花八门 有的话说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荐那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 卖什么挣钱 它就卖什么 明白吗 有的话说老花一 那你为什么不推荐奥绿啊这那的 我也是给大家掏心窝子说不赚钱 卖奥绿肥料不赚钱 为啥呢 因为奥绿肥料一直在涨价 你看最早的时候咱们就以奥绿318S举例 最早的时候就我知道这个品牌的时候 是400多一袋 就不到500块钱吧 是吧老婆 1500块钱 现在多少钱800多 就涨了一倍 它已经出现了品牌溢价 它不值了 因为你这吃的东西嘛 就比方说咱们吃的是馒头 我们山东这边五毛到一元 一个这么大 这大的好那大一点可能一块钱 你想如果说有什么品牌的馒头 五万钱一个你还会吃吗 可能有的臭宝也会吃 你包括一些泰国香米 武昌大米 有的臭宝 生活质量追求高也会去吃 但是咱们作为小老百姓而言 养花的而言 尤其是我们搞种植而言 不会去考虑这问题的 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经济性价比 但是我又发现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一直追求性价比的这些个品牌 它就活不下去 你就类似于风花这种 对吧 你看人家花锡子是吧 人家毛利率高 人家赚的多 然后找各种明星给代言 赚钱呀 赚钱是王道 品牌呀 你看这个 风花呢 快嘎了 就靠捡别人箱子出圈了 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研发费用 它没有过多的宣传费用 所以说这会嘎 你看老花一现在也很纠结 你要我卖很贵的肥料 推荐的时候很贵的肥料吧 找嘛 然后推荐很多性价比的吧 不赚钱 可推可不推 所以说呢 一直是这个事 那有点话说 老花你今天要说个呢 就我跟他说 我们棚里面哈 用只要是那种正规的肥料 只要里边有蛋铃甲 只要是能达到这种长效释放 这个叫缓施肥呀 你可以看到 我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说白了 就是便宜 只要是有效果 只要便宜点就行 你看这个 这个就是肥料了哈 这个是没有吸饱水的时候 这个是吸饱了水 它就会膨胀 膨胀之后呢 它就会通过这个 外边的这一层包膜 缓慢地释放这个养分 这个肥料的好处在哪呢 它的肥料时间长 有个话说 你们怎么不用史丹利 怎么不用这个不用那个 哎一个这个 你怎么不用这个牌子 那个牌子 我们也想用 用不起 太贵了 明白了吗 它一价一价 你明白吗 有品牌一价 不是说东西好与不好 那我们呢 就考虑的是更便宜的东西 就是一些个性价比吗 自己用 看 你如果说用塑效的符合肥 你用下去 它几天 你浇几遍水 它就没有了 流失完了 我们不是不用 那很便宜的 我们也不用 就一直用这种 叫缓慢释放的 叫缓施肥 看到吧 通用的 有的话说 这个专用型 那个专用型 不存在 不存在 就跟人吃饭一样 还有你专吃的饭 还有他专吃的饭 还有湖南人 御用大饭店吗 山东人御用大饭店 我们山东人 也很能吃辣 有的 是吧 湖南人有的 也很能吃大蒜 啃大葱 所以说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植物施肥 无非蛋临甲 你就找个缓施肥 通用型的 是吧 有的话说 老花姨 我不知道哪个品牌好 你看老花姨 自己也在用 我们用的是 这个会玩的 奔巴迪斯 缓施肥 就这个 就给大家看到这个颗粒 我们用这个 便宜 可能是 没有某些个品牌 那么有品牌效应 但是我们自己在用 我们大量的在用 我们用的是 50斤的 或我们自己买的话 能买半斤的 一斤的 或者两斤的 自己行是吧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你自己想想就行了 别的不说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姨 两花最长姨 白了车吧 喂 嘿嘿 嘿嘿